第四個字幕 陸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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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坐到旁邊這位 可能如果 如果這一兩年呢 看緋佔早餐直播節目的 可能對他不熟悉 不過他是台灣的 台灣的國際政治領域裡面的 学界的大大卡级的人物 颜振生 颜教授欢迎 好 谢谢你邀请 嗯 好 你现在还在政大的国关中心对不对 对我还是要兼任研究员 好 然后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 好 那当然 颜教授呢 过过过去呢 也也经常呢 我也非得早餐服务 那今天 我们从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先看长河六号 长河长河六号 昨天下午的 下午的两点多 那准准确的 在内蒙古 这个人家讲四王子齐对不对 在在在这个地方在内蒙古的沙漠地带的降落 啊昨天当我也我也同同山伐起啊 共襄盛取啊 看了那个那个整个的转转播的过过程 那个感觉的转播单位呢 也都很兴奋 然后看他的整准确的落落 当然对我们来讲 对我来讲 也因为这种非念念念文科的 也上堂课 上一堂这个地球物理的课课程 那从长河是怎么怎么甩甩出去的 到月月月球是怎么把他接下来 接下来之后呢 如何到背面去落去落地 落地了之后呢 再把月球的土壤呢 采集 采集 带回来 但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呢 从月月球采集土壤 之前的 嫦娥 嫦娥四号 那也都已经了 都已经做了这个 这个土壤的采集 但是从是从正面 背面呢 这是第一次 但从人类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美国跟苏联在上个世纪 七零年代之后 四十几年来 那再一次的有地球的飞行器 把月球的土壤的带回来 但是到嫦娥 嫦娥六号落地的这一刻 就大陆呢 所设定的二十年的探约工工程 就是从2004年启动嘛 他2004年启动 他的绕路回 然后2007年嫦娥一号就升空了 200220年 其实不管从大的时间轴线 或者纯粹从一个个别任务来看 他的精准度几乎百分之百 嫦娥六号回来 你怎么看 我想第一个 就是我们回头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美国跟俄罗斯的竞争 在1957年 俄罗斯开始 那美国就 的时候 美国觉得说 他们就有一个落后了 所以甘乃迪就说 一定要就说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就是1960年代已结束之前 我们要登上月球 结果1969年7月21号就登上 那还是很厉害 还是蛮厉害的 在当时真的是很厉害 那美国也继续到60年代70年代 甚至到80年代 都常常有这种 这个太空的计划 但到90年代以后 我觉得这就是美国 美国是一个 比较没有什么耐心 他觉得他突破了这个 他就再去找下一个猎物 那我们这样讲 他好像专注 就是未来可能下一个就是火星了 那但是还没有成熟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当然他现在也有一个 我们就说叫做阿米提斯计划 那这个计划就是跟其他国家 包括欧洲的包括加拿大 包括以色列 这个日本等等都有参与的 那这个是准备是 也是还是和月球有关 但是呢这些 这个计划等于是 我们讲说太空的NATO 太空的北约 他们就是希望说 透过这个当把月球当做一个中继战 然后呢以后再继续往火星走 那这是他们目前的计划 但他们发现 中共大陆现在追上来了 怎么这么快 那我也一直觉得说 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去想一想 就是说如果有资讯公开 那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速度 是越来越快才对 就是说就像好像美国 一开了第一部生产汽车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慢 后来就慢慢大量生产 越来越快 应该就是你的技术已经在那里 你只要改进一点就越来越快 那所以大陆这些年来 追上美国很多在很多的领域 其实花的时间比较短 那就好像我们在读社会科学 读历史也是一样 就是读到过去罗马帝国 可能要花上百年才能够建立一个帝国 那英国也是一样 慢慢到美国就短了 到中国更 就是说变成一个super power 变成一个大的强国 那个速度越来越快 那同样在科技 在这个太空的领域 中国大陆也是追上来 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这些的技术 并不是说像其他一般的东西 这么普及的 那大陆追上来 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他政府 当然就是国家有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 定了一个目标 那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说 大陆的人才是够多的 就他们的基础科学物理的这些研究 就是方方面面这些人很多 那美国的第一个人口是大陆的四分之一 那三分之一了 可是他的很多的人都跑去读经济跟法律 读这个理工的 就显然就说不是最 不是说不是一流的 而是说不是这么英文叫rewarding 就是你的那个报酬率太低了 所以大家都跑去别的地方了 那中国大陆理工人人才的比例很高 对他们比例高 所以说你这个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 我觉得不足为怪 但这一次嫦娥登月 为什么就是采集的这个 这些土壤 或者石头 让大家这么这么惊艳 是因为他是到月球的南半 就我们叫做什么南极 月球的南极 那这个南极是从来不面对地球的这一面 所以第一个 像这个登陆之后 你能够采集的土 可能就跟在比较其他的地方所采集的是不一样的 那他们研究月球也是说月球的土壤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性质 那到底这些土这些或者说甚至有一些矿 那未来这些要怎么使用 那显然我刚提到美国他的计划是准备是把月球当到火星的中继站 但大陆的好像看起来对月球的这个雄心壮志是比较大的 他准备很多观察家认为说他可能会在那边设立一个永久的太空基地 然后呢如果还有这个太空基地会不会未来他可以在那里就破坏你美国的或者西方的卫星体系 那这个会造成他在太空站上面的一个优势 如果真的在月球建立具有军事用途的基地 以他在地表三十八万公里的位置 在月球轨道跟地球中间的所有的卫星啊 这些航空器啊 基本上都都在他的监控范围 这影响当然是很大 我想美国美国在乎的是军事安全了 好但昨天昨天嫦娥6号落地 当然因为嫦娥6号这一次 我为我做了一下 注意一下国际媒体的报道 除了美国的NASA比较酸以外 那NASA就觉得我们我们几十年前 我们人都上上去了 现在只不过大陆大概估计要到2030年 才会有人上 对了就是 一路人家有60年了 对就说中国大陆对他回来了 但是但是他只是把东西带回来 我们人都已经去过了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还是要要领先 好吧这个这个 可是他们他们要要领先也到现在都还是领先 是有道理哎你花着在太空的钱是大陆的三四倍 对啊 对不对 他们的他们的成本啊 所以同样的同样的科研的成本 对那那美国绝对比大陆要高出 高很多 就像就像国防军事花费一样的 对你都要造一台的造一台的战战机啦军舰啊 那个呢都不一样 何况的中国大陆本身的制造业的实力啊 中总体的这个供应链是全全系统的都都完整的好 这是长额六号落落地回来落地的那一刻为止 中国大陆的探月工程的第一阶段就全部完完成了 所谓的绕落回的三那三阶段 那整个的整个的长额系统的绕落回到回的这一刻背面的采样都回来了就完成了 接下去呢就是开始朝着刚刚研论研教授所说讲那就是所探灯柱 嗯就开始下一次在这上去的时候就是朝着有有人探月了 对所以所以今天做昨天的长额六号的落地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他不只意味着从背面采样回来 因为月球背面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他的他他被他玩完全背对的地球也也不受到地球的引力呀等等 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他的物理条的条件呢跟跟正面是不一样的 好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在这次去的艾特肯盆地 嗯我认为大概就就是中国将来将来可能要设设计地的地方 对到那地方看看有没有有没有水 然后能不能做一些呢就是说基本的生物利用 嗯这大概的是他的 因为他们现在好像在月球就是当然月球高温非常高低温也很低 对但他们也找到一些地方 嗯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设施一二十度的地方 嗯在一些偏的地方 对他在盆地里面啊 对里头这些所以所以所以如果有这些地方的话 嗯那很有可能他就可以 有一个永久的一个供应站啊在那里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陆可能他的野心 那当然看起来他俄罗斯好像也要跟大陆他们加在这边 所以我就看完下再讲我说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冷战 嗯在在太空开始进行太空冷战 然后各自有各自的群组啊各自有各自的这个队伍啊那又开始了嗯 嗯现在到很多很多国家会想要分享这次长个六号带回来的月 嗯 你知道你哎你有没有知道美国美国的几次的登月从阿波罗十一号到最后一次阿波罗十七号 嗯阿波罗阿波罗十一号那个时候是一九六六九六九年然后到阿波罗十七号那是很密集啊三年的时间他到十七号到十七号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二年 嗯那前后三年多嗯他他大量的送成说看前后大概有六批嗯那他再带回来多多少的土壤你记了吗 我不记得了他因为因为他的航空当是人嘛对人嘛所以说他是在在在重量比较多他一共带回来我认为记错的话三百多多公斤嗯 很多啊三百多我可以言论生加加的乘以二嗯好不好他她带回来三百多多公斤的土壤嗯那可是 那當然那時候很很稀有啊 那大家就跟他要啊 那他也反正就反正施施施施施施施你一點點 他分給中國多多少你記得嗎 我不記得他分給中國一克 他帶回來三百公斤三百六六六十幾公斤 我認為就三百六十幾公斤 他分給中國一克 那那一個gram的那一克是是什麼時候送的 大家大家都都不記得 因為如果建交的時候 對我就想說一定要嚴重 這種年紀才會記得是卡卡特卡特送的 那時候的要跟北京要正式建交 當作建交送你一克 可是你要知道這一次的長二六號帶回來的 帶回來才多少才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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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呢 好像好像是一公斤多吧 然後呢你就看到美國的太空總署 你要你要分我啊 我當年有分你一克啊 那你要分我 你覺得你這大陸應該要應該要要把月陽分給美國嗎 我覺得如果大方一點可以啊 分就是分你一克月球背面的那個那個值錢 當然是很值錢的 我們當年在美國的時候柏林圍牆垮了 嗯啊那個石頭你有你有去對不對 我沒有我沒有我們有預定啊 就是有拿到一顆啊 小小的一顆那個那個那幹嘛還定我我我那時候去東歐的時候就是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的兩兩年我告訴你那個那個所有的攤販都在賣賣地 我知道我们因为在美国嘛 没有办法去嘛 所有团队都在办石头 都是从墙上敲下石头 好然后你继续 没有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陆也可以分给一点 看你美国能够分析出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没什么坏处的 就是你也分给他一点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要证明的 就是说你今天2030年你登月 但是也看到美国现在急了 他跟日本就讲了 说我2026就把你送上去 他们的这个 Atmos计划就准备说把你送上去 所以这个竞争我觉得是非常激烈的 那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有点点类似 就是有不可以输 美国有不可以输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所以必须要再更多的投入 那但是我今天看 这个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大国 包括美国包括中国 甚至过去的英国也好 就是你的想要在称霸的领域这么多的时候 你有这么强的经济实力来支撑你的军事 你的太空你的经济发展这么多的野心吗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会过去看说罗马帝国也好 西班牙帝国也好英国也好 为什么会衰落的原因就是你这些帝国都过度延伸了 那我也怀疑就说美国是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继续下去 中国有没有这个能力继续下去 因为太多的commitment太多的这个要做的事情 好的 长期六号回来做接下去的几年中国的登月的载人登月的这些密度还是按部就班的进行那2030年2030年预计呢就是说就是要实际上要有中国的太太空人在月球落地 然后可能目标的会在2035年左右开始做月球的太空战的建设那俄罗斯呢会会参与好吧 这个你想要你想就是说人可以开始住在月球上面那当然是已经划时代的大事可是光是从今天往回推过去的20年2024年当中国开始要走这一步的2004 2004年我想那时候西方国国家普遍的都都是当笑话看那美国更是当笑话看 2010年的乌尔夫法案甚至于基本上就告诉你说中国连太太空战的都不让你参与那中国就是自己搞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的骄傲啊 就是从没有然后人家人家封锁你然后自己这样子搞然后一动一动不但不但完成率百分之百 嗯 时间的几乎呢20年的这样子安排的进程每一动都在是给酒上面 所以这个就让我常常会回想到台湾的过去的经济发展啊我们不是当年有很多啊这个几年四年计划五年计划到老婆正还有个六年计划以后就没有了吗对对对我们就不做计划 那时候大家都说台湾应该要走市场经济不搞什么计划对不对结果 你看那些计划每一个那个经济首长包括国建会你最熟的就是这个金建会你最熟的他们这些人一讲起来几年几年达到经济成长都打得到没有错啊我说我每次开玩笑我说我们经济成长现在那么差 就是因为没有那些老成啊告诉我们每年明年的经济成长是薄分之几现在没有人讲薄分之几所以我们经济就差了所以都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就就比较低一点好像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你有一个计划按照按部就班我觉得还是对的不要那么随性好像自由就说看到你走到哪里算哪里那这样子我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人的要求也是嘛你对你的孩子的要求 也希望他读书考学校都要有计划然后出来工作那难道国家没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吗那经济也是如此我觉得我们现在经济并没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规划这是一个比较错误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有一点规划然后希望你几年之内大家什么我们唯一的可笑的就是大概2025年的非核家圆吗因为只有这个是 是有规划然后是不可能达成的这个呢已经会达成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来进广告回头去跟严正生聊 我当年那个薄分之几好厉害 我因为我那个时候都在都在经济部门工作所以我跟我跟的时候我像经济会夜晚安夜晚安很熟的李高潮 然后然后我我到的时候的我开跑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时候萧万场在当经济会主委的时候 然后前面前前傅啊这这这些人大概大概都我们都都看过的所以那时候那时候对那时候经济会啊虽然是一个 你怎么看他都像个冷冷牙们就像今天会平常在立法院你们根本没啥事的没有人会去咨询你 嗯可是我觉得很多经济研究的人才真的都在那对然后就是之之苦苦的嗯然后然后做的做的报报告嗯 我很久没有没有好好看报告可是那个时候在在跑经济会的时候我我我我这读报告是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啊离开我的我的我的经济学都都是在跑经济会说念 嗯哼在学校都没有好好的念念不懂我我我那我记得我那时候那时候那时候去 呃我去我去旁旁定那个货货币金融的那教授叫什么我我都忘我我就很诚实跟老师讲就是说这个 听不懂嗯就是根本就就就就不知道再讲些什么嗯可是当你跑新闻的时候啊那我每天都有食物的这些数字 8点41分35秒零下收听的飞点播放飞点早餐我是谭嘉龙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哈你在荧幕当中呢你可以你可以看得到的坐在我旁边的是老朋友 那政治大学呢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他现在是政治大学呢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我严正生严教授 好那刚刚呢刚我们在在讲长河六号当长河六号呢在昨天顺利落地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了就是说 整个的整个中国大陆的舆论的气氛是非常兴奋的我也留意下了国际媒体呃美美国拉英国拉法国拉德国拉这这些的这些国家甚至日本 主流的媒体呢对于长河六号的任务的完完成 我觉得有那种的既嫉妒又羡慕啊 那种感觉普遍的你从还是肯定哦对的肯定他都是正面正面报道他都正面报道可是你可以你可以 感觉到就是那种的那种除了肯定羡慕之之外 因为那种的嫉妒感就说就为我为什么都都是中国的为什么你执行计划这么完美我我但是没有注意印度啊因为印度好不甩甩甩甩甩 甩上去了结果结果一下来之后那就倒了倒了之后呢就就没有另外那个成本的其实都很高 那同时你光要找到一个可以适合落落地探测的地址的都都非常难那中国一直都在schedule上面啊 这个很厉害我觉得 这20年的时间了我最佩服的就就他的战略定力啊跟他的政策执行力 这这这两个力要对一个一个国家治理太重要了战略定力就是不会对一些突发事件受到太大的情情绪的干扰 然后呢突然间的就把你你的战略设计的给打破了 你的政策的执行力时间久了之后不止了不止你的成功率的超高而且都在schedule上面你光从他的他的太空探测工程你会你会看得到 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半导体在美国打压的时候呢他他什么时候能脱困这个呢是中国大陆的最值的观察如果他半导体脱困了之后 你就不知道什么东西还还能够把他觉得脱困就像脱江的野马对就知道还有什么东西 要把能把中国给困 甚至我怀疑啊半导体他现在譬如说他这个晶片 他可能就是未来他这个低低端的他会大量制造对啊制造到你市场上面都是他的没错 现在已经是尖端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快但即使他偷偷去做好了他搞不好自己国内用也不出 你也不知道没有错 因为他有足够的这个需求 那我觉得当他有足够的需求 所以大家以前大家怕的中国是因为觉得说哎呀中国反正都是出口出口出口 就后来他变成一个进口大国之后大家发现哇这个市场真大 那他自己可以消化他很多东西 所以他就有这个我们讲说经济规模来做很多的东西 台湾就在这一点就只能还是要靠出口比较多吗 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市场来消化这么多 所以这个是大家会低估大陆就是他的内需市场会造就他一些技术的体征 嗯对啊现在基本上二十八奈米以下的 其实他他已经把的把这市场变成是白菜架 对就反正都都都是了他他基本上掌握了成熟的制造的技术 只要他自己能够掌握成熟制造技术 那就变白白菜架 那比较高高端的那现在看华为啊看中的中心的突破的 我隐隐约约觉得他很努力而且可能快摸到摸到那个突破的边边缘 当这个是我外行的我我纯粹在感觉而已 好了我们再来关关注因为 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当然全全球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大部分的焦点的都在俄乌战争上头 那俄乌战争以现在美国的态度以及以及乌克兰被美国呢 反正当枪使嘛那在跟俄罗斯最少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你不能预期他会有有任何的突破性 缓缓解 像是哈尔科夫附近的反正在激烈厮杀当中 可是俄罗斯的国家治理 在俄乌战争的期间 我认为他出现了一些破绽 他的强势在他的他的面对战争时候的战战争经济 他我觉得他调整的非常好 那因此他的经济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俄罗斯人出国旅游的照样一堆 那来来中国旅游的也一堆 他的基本上面的就是生活条件 你在在莫斯科你在俄罗斯大部分城市 你不会感觉到战前跟 跟跟跟平时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他很厉害这么大个国家 可是他的国家自己的两方面出现 第一个就是在军事上面 我发现他的防空系统的破破绽就出来了 不管是他的他的一些的重要的战战略目标 或者他的他的他的这些的空中的预警机 或者他的莫斯科号的这个期间的旗舰 被导弹炸的莫名其妙 就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他对他的国家的情情绪的 智力 他的内部的一些的一些的动乱的势力 这个时候蠢蠢欲动的时候 他似乎也莫可奈何 好的 昨天我们看到了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 达基斯坦共和国 那就就发就发动了大规模恐攻事件 袭击了当地的犹太会所 东正教堂 跟一个减分局 造成了一名神职人 据说呢 被斩首 那还有15名警察遇害 为什么 我觉得俄罗斯在这个 高加索地区 就是有很多的 穆斯林的地区 那一直是一个他的一个软热 对 就是包括车程嘛 那这次的达基斯坦也是一样 就说 这 我 过去我们看到穆斯林会攻击 俄罗斯是因为 俄罗斯境内也还是 基本上还是以基督徒为主 东正教 东正教也好 但这次还加了一个犹太的 对 一个会堂 这个Synaga 所以看起来就说 穆斯林 可能我们讲说激进的伊斯兰分子 对 以阿战争的 以巴战争的不满 然后也没办法攻击美国或者欧洲 因为戒备伸严 所以就选了一个俄罗斯 来攻击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 而且他们也长期对俄罗斯也是不满的 因为 他们在俄罗斯境内 虽然是少数嘛 那基本上 就好像车诊为什么也想独立过去 那这个 达基斯坦虽然没有有独立的运动 但是也是一个就是 穆斯林 有 活动蛮频繁的一个地区 但又有传统的 犹太人在那里 那犹太人当然就变成他们的一个 锁定的一个目标 但为什么要攻击 东正教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奇怪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 他这个并不是一个 好像 同时发 不是一个 就是说不是 是一个 well coordinate 就是 三个地点 他是同时在攻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俄罗斯就刚刚你讲的 在内部的 这个防范 恐怖分子这一方面 我觉得跟美国做起来是差很多 美国在911之后 我特别去访问过很多就是 当时国土安全部的 这个有关对抗这个恐怖主义 那他们真的是蛮认真 我一直认为说 美国在很多事情上面 做起来 其实事情是蛮认真 做这个都蛮到位 很认真在执行 那也很关心各种的 就是可疑的分子啊什么 所以你看美国 从911之后 甚至 连那种 简单的 孤狼式的 这种 穆斯林 激进 伊斯兰分子攻击美国的 都比较少 跟跟欧洲比起来 那俄罗斯是天天 常常被这样子攻击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那可能就像你讲的 他把他的主要的 Focus 主要的焦点都放在乌克兰战争 那所以在这一方面就稍微 这个缺乏 这个治理的能力 你刚刚讲到美国太好 这就是 这就是我要我要 请教严正生 那911之后 911 2001年 到现在20几年的时间 911之后呢 美国 以国土安全部 为中心 那他开始了整个的反反恐 体系要大整 对 有没有少说效果 有 真的是有 真的有 你刚刚你刚讲的说 我 我就很难想象类似像是达基斯坦 或者像是阿富汗的胡罗山 这种的就是 就是爱人的分 分支机构 你想胡罗 假的假定了 莫斯科外头的 莫斯科就说 这是市交的 这个音乐 听的那个攻击事件 造成这么惨重的伤亡 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假定真的是胡罗山干 那不是什么 乌都乌克兰 在在搞 假定是 胡罗山 胡罗山 他如果他要发动恐攻 我想他最最主要的目标 当当然是美美国啊 可是为什么这些的恐怖组组织 他没有办法在美国发动 恐攻 二十几年了 连连 教授讲的 连孤狼式的恐攻 美国美国是一个 是一个 没有枪支管制的国家 我如果真的要以 要以这种的恐恐怖行动的 为目标 要做政治诉求 要发动大规模的恐攻 美国的条件好多了 可是 在美国 二十几年 几乎没有 表示他本身的安全管制 跟这种的恐攻的监 监控的能力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做的是不错 他你只要各种团体 譬如说你在美国 他的资金从哪来 他要训练吧 如果要那个资金的来源 包括美国所有这些 过去在我们看到 是有很多这种 所谓的 NGO 或者说是 教 那个 穆斯林的 这个伊斯兰的 这些 这个宗教的组织 会提供一些 现在美国查税 查的 查这些 这个你的 金源 金流的来源 是非常清楚 所以 不会让你有这些不明的钱流向 所谓的恐怖组织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 最厉害的地方 那你看我们现在在台湾 我去做一个保险 都要问我 有没有是不是美国公民 要来查你的这个金流 我觉得所以美国这个是霸权 是 靠着这个 控制金流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 很强大的部分 那当然还有他们的国土安全 我自己在美国 几次 我看到访问 我都觉得说他们在这一方面特别是他们锁定 就是有那种 所谓的 profiling 就是把 定位哪些人可能是有恐怖分子 什么样的倾向 他把他这个match 起来 你只要在谈话当中 他们现在也训练了好多的 会讲 阿拉伯语的 各种语言的人 都可以做很多的监听 所以在美国 现在来讲 当然也不是没有像波斯顿 这个马拉松 有一年也是 但不多真的是 不然是 但也 即使是孤狼式的 都还不是 带着是激进伊斯兰团体 针对美国的 这种还比较少 反而是美国人自己的一些孤狼式的攻击 更多一些 嗯 对因为你刚讲的就是说 波斯顿马拉松的攻击事件是 is 最高 对 那 那is 最高 每次当这种的 这种的恐怖主义 起来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美国 美国算上最想攻击的对象 可是美国的受灾的情况 反而都还相相对亲的 而其他的国家的 反而像俄罗斯这种的国家 好像对于这种的 有宗教族群背景的恐 恐怖活动 好像不设防 一样 每次 只要一发动 恐怖攻击的时候 都 都是 特别是什么 音乐听 对 就是你想 那样从过去的歌剧院 然后现在音乐 那个歌剧院那也是非常的惨烈 那都是有钱人 穿着西西装打着的黑黑 然后呢 在在在在听歌剧啊 那都是呢 当地的富豪啊 死一堆 好那是音乐听的是年轻人 你刚讲是美国 因为 美国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没有枪管的 我国家 枪口比人口多 可是他能够把反恐把安全在2001年之后能够做到这二十几年这种的随着水准 他的社会控制啊 你看不到 可是我认为他很厉害 他确实是厉害 对好 那俄罗斯这方面的相对来讲就比较逊 那倒过来讲 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表现这十多年 我觉得也很厉害 中国上一次大规模的恐怖公司 2011 14年 是昆明火车 昆明火车站的那次 维吾尔维吾尔的 这恐攻2014年内内次的昆明火车站的大屠杀事件之后让2015年大陆就就成 其实里面上来没多久就成立的国安会 然后 十年之后你再看到的新疆我看十年前的新疆跟现在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样讲啊就是我记得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就是你如果到广州 那你都会看到街上有一些新疆 啊 维吾尔族带着刀 那那个那个自然是有点问题的 可是 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的中国大陆 日本台湾 韩国大概是全世界 旅游最安全的地方 包括你说 在昆明那个事情之后 其实大陆在这一方面 管理的就是他们他们这个也是 高科技了 人脸辨射啊 等等 那就是让大家觉得有安全 虽然你说他不民主 但是 在安全方面 他跟新加坡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新加坡就是说 我治安比较好 虽然我可能有些大家觉得说 这个政府管的那么多 但是很多人觉得 我有这个 就是可预测性 不会 不会像美国这个 住在加州 每天担心说 我家的这个 这个外面的草地 会不会明天就有一个帐篷进来了 然后我们这整个社区的房价就完蛋了 那么大陆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他在管理上面 在这一方面是有优势啊 那 美国的优势是在他的 情知 有优势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两个 美国的情知有优势 而且美国的这个执法人员 在这方面的训练 已经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知道该怎么样来寻找这些 可能的 潜在的 这种激进分子 特别是 如果是伊斯兰的 那他的管控是 真的是最终的很清楚 那本地的孤狼他真的是无法预测 我这看这次的俄罗斯的恐怖 你刚刚提到他在 他的高高高加索区 那台湾人的在台湾可能对于 对内内高加索外高加索的不太有概念 他就在欧亚路快的中心的位置 黑海跟厉害的中间的那个走道上那个超复杂 超复杂 那边的民族宗教超复杂 所以这个 这个达基斯坦 达基斯坦 他就是跟这个 亚塞拜然跟这个 乔治亚接壤 那亚塞拜然当然是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伊斯兰国家 那乔治亚是基督教 这国家 所以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 确实是很复杂 然后再加上 亚美尼亚 又跟亚塞拜然中间有冲突 所以问题很多 那乔治亚曾经 也想加入北约 2008年 结果不但没有加入成他自己的共和国 还被搞独立了 好 时间的关系 感谢 不客气 就爱点你 U F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